许书任好 你好 你是那个脾气不好的公主吗 就看你觉得呢 我会觉得说其实 这种标签的东西 我的看法是多贴几个就好了 就是不要只贴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妈妈 我是个保险业务员 我在伦敦也有金融分析师的征兆 我是个爱台湾的人 我今天的这个所享有的 都是我爷爷跟我父亲 用努力去赚到的钱来培养我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 父母亲抚养孩子的心态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不会对我的自己的背景 感觉到是一个负担 可是据说是从选举上的操作的话 要用这个来让人家觉得说 我哥哥不入啦 或是我脾气不好啦 或是说不接地气啦 那用这个来贴标的话 那是政治上的操作 但是我非常感到辅心 终于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可是我的祖先也是从中国来的 那在中华的文化的话 这个也是在我的DNA里头 蔡英文之前 她有提到说 一个人不用为了认同而道歉 两岸关系对你而言 你觉得是两国的关系 还是一国两岸 我是觉得台湾必须保持我们的 和平自主的这个生活 然后呢 在中国愿意跟我们在有沟通 跟讨论的空间 我们就有机会跟大家谈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明年 1月13号的时候 希望进这个总统府的那一队 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 你如果说不清楚 那为什么民众会投给你们呢 应该是说 我是尊重这个民众党 跟主席的这个中国政策 就是说两岸就是和平 然后台湾自主 然后能谈判的就是 重新再启动来谈判 那这目前就是维持现状 我们党是承认九二共识 民运党是否认的 那民众党呢 现在 目前主席的position就是说 九二共识有些时空背景 这部分是有些模糊了 那他希望说能再重新 再把定义再釐清 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 台湾不能把自己的未来放在 一个人的这个决定的手中 如果台湾有更多的国际连接 台湾相对来会更加的安全 所以 这个东西是 就像在看说明天天气会不会下雨 或天气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中 对 我觉得在国际 这个地理政治上面的话 台湾只是一个price taker 我们没有这个price maker的这个 就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情况 也为什么说这次我的 当副总统候选人 我想提的就是说 我觉得是 要把台湾的竞争力 自己要提升 因为这中美关系 其实我没办法控制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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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